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来谈我法二职与三分别的关系 一,我法二职,从何而来?我法二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说我职,能引烦恼障,法职能引所之障 如果说成为实论里面说的,由我法职而生二障故 成为实论卷一,由我法职二障聚生,因为由我职根,法职啊,二障聚生 然后成为实论数计卷一,且烦恼障,品类众多 我职为根,生诸烦恼,若不职我,无烦恼故 所以,所知障中,类亦非一,法职为本,于障得生 也不是,只有一个,法职为本,于障得生 所以,所知障,以法职为本,那法职隐生,所知障,它就很多 所以,所知障中,类亦非一 也不是只有一种,法职为本,于障得生 说是依法职而有所知障,生起 二,因此二职不等于二障 如果二职等于二障,那么前五十没有我职 为何会有烦恼障相应呢? 五十的二障,是由意识所隐生故 非有二职所隐 所以,众生都是因为有二障二职 所以才会轮回 所以,众生因为,本来就有 自信清净涅槃的本心 当然也本来就有 二职二障啊,既然已经有 本来就有 二职二障 所以你的,二职二障 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所以众生才会依助我而轮回啊 也会依助这个我来修行 因为修行要,转移二空真如 要依助,无我观 所以最后都成佛了 你成佛根,我成佛 观世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一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啊 所以他在 因地发的愿是不一样 所以因为众生 都有我执我见 所以以后来修行 要转移二空真如 人无我 法无我 才能达到四职原明 所以因为众生都有我 所以来修行要转移二空真如 所以最后都能够成佛 最后涅槃四德 就是常乐我尽 三,众生有我 忌度分别 所以就能引发二职二障 引发烦恼障根锁之障 那五十的二障 是由意识所引生故 非由二职所引起 瑜伽师帝论略转说 问曰 五八聚无 忌度二重 并无法职 五就是前五十跟第八十啊 都没有忌度分别跟随念分别 法职无意忌齐 五十应无烦恼 既然其意 已经确定知道五法职 它是第五十 前五十跟第八十啊 并无法职 这个道理 法职无意 既然知道了 五十应该也没有烦恼了 那前五十的烦恼是从哪里来 是由意识引发的 答曰 五十有意 所以有烦恼 五十啊有 然是因为意识引发 所以有烦恼 为什么说五十有意 所以有烦恼 因为我们起心 去不失耻戒 或是是说 杀到淫妄的时候 意识有三思 审律思 决定思 动身发与圣思 然后就驱动了 八个十一起运作 那前五十也有跟人家去啊 所以眼睛有看到 身体有造作啊 还有不失持戒 或杀到淫妄的事情 所以五十有意识引 所以有烦恼障 所以答曰 五十有意引 所以有烦恼 和烦恼障的陷起 问曰 问曰 一应有意引 得明有法职 也是因为意识的引导 才前五十有法职吗 答 法职由嫉妒 由嫉妒之心力引 嫉妒就变嫉直性 是嫉妒分别而来 由嫉妒之心力而引发的 不可生烦恼障 它不会生烦恼障 但是 有顿者引之故得起 但是有比较顿根的 引起也得 其就是说啊 法职是由嫉妒分别而来 由嫉妒分别之心啊 比较力 所以引发的 所以它不会生起烦恼障 所以烦恼障 是我职引发 法职引发所之障啊 当然还是有些人 会依注法职 而引发烦恼障 因为前面 问曰 五八句无 嫉妒二种 并无法职 法职无意记起 五十应无烦恼 没有这种道理 既然已经知道了 那前五十应无烦恼障啊 就是说五八句无 前五十跟第八十啊 都没有两种 嫉妒分别跟随念分别 所以它当没有法治 所以我们把三种分别给谈一下 分别有三 第一种叫做自性分别 第二种叫嫉妒分别 第三种叫随念分别 一 自性分别 就是心王法 心所知自性 对于现前之境 而寻求动力 而寻取 这个了之 如眼识之识别色法 耳识之识别生辰 为之自性性分别 是属于限量啊 自性分别 就是心王心所法的自性 对现成的境界 能够去寻求而了之 如眼对色 耳对生 鼻对相 舌肠胃 这个为之自性分别 是限量也 二 是嫉妒分别 就是种种差别之事啊 猛力去思维推度啊 它是属于 散心位 是属于在没有 正心位的时候 所以意识相应的散心位的会力 那个时候属于 嫉妒分别啊 就是去思维乱想 虚妄分别 未来的事情 这个人属于季度分别 他属于飞量 三 随念分别 就是追念 思维过去与经历的事情 或是当下去分别 随念去 比较 比较 去比较啊 是追念思维 或是过去经历的事情啊 这个跟过去的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啊 我立刻就能分辨 这是属于 随念分别 那嫉妒分别 是虚妄分别 属于飞量 那自性分别是属于当下 所以是属于性静啊 所以前五十跟第八十都是属于限量 限量还有性静 然后季度分别跟随念分别啊 这两个都是属于意识啊 所以造业的都是意识 能饮满能糟 业力迁 那前五十也去造业 一起去啊 所以造业的是属于前六十 然后意识有三思 审律思 决定思 动身发雨胜思 所以动身发雨就有深口意的业行 如果审律思 决定思就属于一业啊 所以起业的都是一根啊 起业就是启发 一根法尘为原 叫醒前六十起来 造业啊 这个所以叫做起业的是莫娜 假设前六十都不在了 死掉了 然后一根察觉 都没有法尘变动了 那一根就叫第八十 是在生出一个中阴身 这也是起业 然后 所以莫娜是以 意为先导 意根为先导 可是意根只是起业 他意跟他不会造业 所以处处做主 造业的人都是意识啊 可是呢 处处做主在里面 叫醒前六十 一根为先导 叫醒前六十 起来造业 叫醒第八十 赶快生出中阴身 这个都是一根 所以一根为先导 那第八十是藏意 就是所以藏着 这些种子啊 所以第八十有三藏 能藏 所藏 直藏 一根是起业的人 是莫娜 意为先导 然后一根一头攀圆 如来藏为自内我 以自己的剑分去攀圆 第八十的剑分为自己的相分 所以他时时刻刻都是带至敬 他都是飞亮啊 所以他是属于起业的人啊 他是属于我爱直藏式一根 所以造业的人是意识 隐满能遭 业力迁啊 这个隐业跟满业造的都是意识 所以动身发育 毒为罪 都是意识为主 所以意识是造业 一根是起业 第八十是藏业 这三分别啊 自性分别 嫉妒分别 随念分别 一开始应该是属于说前六十 前六十前五十只有自性分别 然后意识就有嫉妒分别跟随念分别 那个是成为时论 里面所说 第八十啊跟前五十啊 都没有嫉妒分别跟随念分别 只有自性分别 所以这个立场来说啊 一根他应该有嫉妒分别啊 所以他是属于非量 但是啊 一根永远都活在当下 他没有比量 他没有比较啊 所以没有比量 比较 可是他有四货 八大 四个根本烦恼 八个大随烦恼 所以时时刻刻攀缘 第八十为自内我 他是有烦恼障的 因为他以自己的见分攀缘 第八十的见分为自己的相分 所以他永远都是代致敬 一半本质 依于所缘的第八十 一半情直 依自己的见分 所以他永远是 代致敬 是非量 所以他应该 有嫉妒分别 所以一根是有 锁之障的 以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缘 以意识的妙观察制啊 正五真如之后 生起的根本无分别致 所以他有妙观察制 慢慢改变 意识改变了 也同时改变一根啊 到初地的时候 圆成下品 意识有下品的 妙观察制 一根也有下品的 平等性质 那八地的时候 转成中品 道成佛地 才是上品 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缘啊 第八十转成 在果地的时候 转成大缘静制 然后 前五十才转成 成所作至 如此四至 才能够圆明啊 成所作至 就是成就佛陀 应该做的事情 以救度众生为主 所以叫做 成所作至 既然众生都有 我执我见 才会轮回在三界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 四就是转移二空真如 成为时论 数据卷九 数曰菩萨法空制品 菩萨的 法空制啊 开悟明心 的法空制 就是妙观察制啊 许于此第八十聚起故 是允许此心当下的那个妙观察制 是于第八十 聚起的缘故啊 啊就是说 菩萨见到真见到 开悟明心所生起的法空制 是依注第八十 观察第八十而生起 妙观察制 就是法空制 所以菩萨的法空制啊 是许于第八十聚起的 就是说啊 菩萨人在六度波罗密圆满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在资粮位圆满 就进入家行位 就是参禅明心啊 就是四家行 然后呢 印钱索取也是空 顺后能取也是空 双印二取空 然后契入了真如 后处无所得 有见无相 真如无相 所以观第八十的妙观察制的生起 就称为法空制 以意识去观察 第八十而生起的 根本无分别制 就称为法空制 是这个菩萨的法空制啊 是允许与第八十同时聚起的 成论数据说菩萨法空制品 徐于此第八十聚起故 因为第六十啊 不可能观第七十或是前五十 而引发法空制啊 当然需要观第八十 它本来就是无漏的有为法 然后心真如是无漏的无为法 第八十同时是具有双聚性 无漏的无为法 地心真如 与无漏有为的第八十的心体 在一起运作 而如果你第六十只是观察自己 第六十是 众缘合合的 是依他起性的 只是缘起性空的智慧而得的 是二成的生空真如的无生智 无常无我的智慧啊 所以要观察法空的智慧 当然是观察第八十 它本时上具有双聚性 在依他起性上 远离的遍际直性 就是缘成实性 所以缘成实性是本来就具足的 依注意识去观察第八十 而生起根本无分别智 称为真剑道 也就是参禅明心成功 而才生起的妙观察智 然后慢慢转依生空真如跟法空真如 而次第成长 让自己的成佛地 四至元明 成佛了以后 无法为性 四至元明 还有真如心 已完全出了二账 所以我们说 一开始人人仍具有 自性清净的本心 和其自性却含藏染污的种子 这些染污的种子就是二账二质 同时有 自性清净灭盘的本性 也同时有 我执法执啊 所以众生都依注 我执法执在灵回 所以要转移二空真如 要学习物二空无我的智慧啊 转成妙观察智 然后然能次第成长啊 谢谢 今天简单提这样子 阿弥陀佛